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泛天下》 这条片要继续和大家跟进和分析一下 立场新闻最新的情况 香港时间29日上午6点多 警察抓了6名立场新闻的高层 同时通缉立场的创办人蔡东豪 今次对立场的大抄家大手捕 理由就是说立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警察认为立场的文章 煽动市民对政府和司法制度的不满 所以有罪 我们分析这条所谓的控罪 其实是一个万能key 你任何香港的人 除非你不说话 否则你对政府有任何不满 他都可以说你煽动对政府不满 只要你煽动对政府不满 理论上可以即时抓你 什么叫引起对政府及香港司法制度的憎恨 或藐视政府 什么叫引起香港居民不满 及唆使他人不遵守法律 这些根本是无限上纲的罪名 就算大大声说777 明明现在没有社区感染 也没有确认的案例 仍然诸多所谓的防疫限制 他已经可以说你犯了这条罪 他已经可以说你藐视政府 可以说你引起香港人不满政府 可以的 今天这个什么国安署的高级警司 就出来见记者 他就懒威风 还举了一些例子 就说立场的文章 怎样煽动香港人对政府不满意 其实这条煽动对政府 真恨及藐视这个控罪 他本身就是一个恶法 你粗暴地定立这些恶法 然后你要找一些指控 找一些证据 用什么 我让你找到这些所谓的证据 有什么好认怨呢 日后如果有人说 今天见记者 这个什么李桂华 说他很严慌 你一样犯了这条法律 因为李桂华是代表政府 代表公权力 李桂华抓捕异见人士 你说他严慌呢 还不是煽动对政府的藐视和憎恨吗 所以哪怕你说李桂华严慌 是在陈述客观事实 都一样拉得你 即使你说事实 只要引起香港人对政府不满 一样拉 现在这个特区政府 高调地用这一招 去对付立场新闻 当然他们真的可以造成寒蟬的效应 基本上香港各路的传媒 网媒或者那些大台 没有办法不收声 网上的KOL 亦都是人人自危的 他们用到这一招 使出这个煽动的万能key 去到这一步 直接是赶进杀绝的一步 要令到以后再没有人敢批评政府 不过就算全部媒体现在开始收声 都没用 因为遲些他们见到没有敌人出现 没有人逮捕 一样会再找一些新敌人 于是就会去找那些 以前曾经批评过他们的人 到时那些人都有危险的 我今早就出过片 就说不让立场新闻过渡去2022年 相信是因为立场 在2021年底 盘点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有多少宗冤案 这件事的 但同时 亦都可能和 19号 这个完善选举制度 这个show 这些闹闹 这个闹剧做得不好看 是有关的 因为没有什么人投票 因为一旦他们把这个矛头 转为对付立场 这个所谓敌对的传媒 就可以自己向北京交代了 说香港现在 还有很多外国势力的代理人 在破坏香港 破坏了选举 不关他们的事 搞成这么大堂 搞成这么脱落 不关他们的事 现在这个什么国安处 已经很努力地消灭 这些外国势力等等 另外对付立场 也可以对立场之前 揭露入境处的官员 收礼物这宗丑闻 报回一箭之仇 立场死了 还有什么传媒 敢揭露 日后的官员贪腐 还有政府有什么错误私证 没有人敢揭露 没有人敢提 所以 用煽动这条曼能key 就真的一铺过 炒起立场之外 就令到这班官员 从此就进入了一个 为所欲为的新理情 从此在香港做官 可以说怎么做都可以 为所欲为 从此 再没有其他的力量 可以监察政府 香港 踏入了另一个阶段 其实 苹果被杀之后 立场新闻能够揭露出 入境处收礼 这一宗新闻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这次立场被抄家 香港其他的传媒 没有一间这样说句公道说话 只有做一些基本资料的报道 没有人做什么分析评论 也没有找什么名人去回应 当然 也可能是没有人敢出来 说人话去回应 也不一定 只有香港01 找个什么刘兆佳去评论 但这个刘兆佳 说的那些废话 我在这里不浪费时间去引述了 以往 逢有这些东西 很多公民社会的组织都会出声声声援 这次当然全部收声 这一点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很多公民社会的组织都被他们放下了 这次只有记协 还敢出声要求要有新闻自由 以及他们会全力协助受影响的新闻从业园 来到这里 立场已经完全停运了 前总编 中沛权和处任总编林超同 预计会在香港时间 明天会被落案起诉 接着我就想说一下 立场抄家这件事里面 有关一些人物 大家知道 中沛权和太太 前苹果的副社长 陈沛敏都已经被拘捕了 其实当天陈沛敏被拘捕的时候 有人也说过 中沛权应该带子女快走 但是如果中沛权真的这样做的话 有谁留在香港支援陈沛敏呢 所以中沛权只有 迟了立场总编的一个职位 但是留在香港照顾子女 以及支援太太 现在连中沛权 他自己都身陷冤肉 那两夫妻两个人 还有谁可以照顾子女呢 可能 未来的一段日子要靠亲友帮手 想到这个情况 真的觉得很心酸 有时理性上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但是感情上 也很难去做抉择的 那现在呢 他两夫妇这个案件 可能拖上三年两年都不定 可能真的很多年 那接着如果判刑的话 他们两个可能很长的日子 几年 都不可以跟子女一起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何韵詩 毫无疑问 何韵詩是大陆眼中的眼中钉来的 很多人都觉得 为什么何韵詩不早点走 而且他也有外国的国籍 有加拿大籍 那我就推测 可能何韵詩也知道自己 可能是有危险的 但是他就预计 如果他真的一延伸机场的话 可能就即时会被捕 于是他唯有一动 不如一静 就看定些 希望稍后 等些情况 慢慢淡化 再找机会离开 不过现在 终于警察就找了 这次这个理由 就拘捕了他 如果我的推测是错的话 如果我说错 希望他们就不要责怪 现在 警察就在通缉 赛东豪 相信他已经来港了 而今年四月 立场已经在英国成立了一家名为 Stan News UK Limited的公司 这次 另外另一位被捕的是 方敏生 其实方敏生女士 她是我当年大专时代的 港师 我是她的学生 她当年教书是很努力的 但她的立场 一向都温和 在社福界里面 她一点都不激进 所以我自己个人 乐观感古贵 我相信她应该可以保释 这次对付《立场新闻》 和上一次47人的大抓捕 和对付《苹果》那时候 基本上都是接近的 是怎样呢 是一次过 拉了大量的相关人士 不理你参与事件的程度 有多深 或者有多浅 一样全部拉了 拉了 这一招当然是所谓的震懾效果 亦都因为这样 预计下一次 再有这些 这类型的行动 都不会只是拉一个 一拉 相信也是会拉一大班 这次立场被抄家 那国际社会又怎样呢 先说近一点的台湾 台湾的媒体 今天就是大肆报道 基本上已经洗版了 民进党和蔡英文 当然是批评大陆 说他们打压言论自由 欧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 斯塔洛就表示 这个事件反映到香港传媒的自由 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连这个满布大陆的爪牙的联合国 人权办公室也第一时间 对这件事件表示震惊 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重申 香港是受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的约束 因为这样 大陆是应该保障言论 和集会自由的 当然他们是没有做到的 大陆经常说 国际秩序 大家应该以联合国为基础 我不知道现在 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 这样高调批评他们 他们有什么解释 看来又是那招 对所有这些批评 一样 干涉内政 不让别人说 大家都知道 大陆政府一向觉得 这些国际间的批评 是没有他扶的 没有问题 不用害怕 但是这样 这次其中一个被他们逮捕了 协助调查 的陈朗星 他就是记协的主席 而外国会不会有些新闻传播的 机构 媒体 或者组织 开始 对香港的记协 有些声援 这个不知道 进一步 大家不妨看一下 但是就算没有也好 这个情况 是令到国际社会 进一步的 确立了 大陆这个烂仔的地位 所以 你说这些事件 对大陆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即时的影响 可以说是没有 但是 长远累积 是无人知 他们当然觉得很过瘾 《环球时报》 就说 这次 大快人心 我都相信 14亿 他们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觉得很过瘾 很多人觉得很开心 因为 14亿 他们一向都没有 新闻自由 都没有言论自由 他们没有的东西 都不想你游 所以 甚至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竟然有些人 进来留言 说对付立场新闻 是好的 这样 所以我在这里 提提 我们的网友 就不必去理会 这些这样的留言 另外 最近又突然出现 很多奇奇怪怪的 link 大家千万不要开来看 记住不要开来看 就可以了 最后 想说一声给大家听 因为我这些事是感冒 所以声音是很差的 我相信不怕 很快就会好 另外 大家放心 感冒 是不会煽惑到大家 所以大家不会因为这样 而煽惑到感冒 来到这里 照例也是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 留言分享 记得 订阅旁边的钟仔 另外如果有广告 请多多支持 今天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